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颜怀 本视频包含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号人物,请我进他的智库的上半部分内容 新加坡东亚所,1992-1995年 第一节,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概况 11-1研究所的历史研格及其领导 东亚哲学研究所 1983年,新加坡仅次于李光耀的第二号人物 兼任教育部长的副总理吴庆瑞 认为儒学重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新加坡国内简称国大 为让新加坡之外的读者阅读方便 下文简称新大 校园内的一栋独立的小楼里 建立了研究儒学的东亚哲学研究所 IAP 此所独立于新大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1984年 吴庆瑞在兼任部长的教育部 与小他二十岁的下属潘瑞良博士 产生婚外恋情 李光耀壮士断腕 恭请吴在官场与情场中 二选其一 吴庆瑞毅然选择爱情 因而退出政坛 随后 吴与前妻离婚 和潘结婚 我在新加坡期间 多次享受他们 抗力的公司宴请 1985年 吴担任中国经济顾问六年 1991年底 辞去中国顾问的吴庆瑞 认为 研究现实的中国更现实 岁改哲学所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IIP 亲自专任理事会执行主席 政经所斥巨资遣散 哲学所聘请的国内外儒学专家 招聘 旅居海外熟悉中国上层运作的学者型官员为研究员 把数十万册儒学书刊 赠送新大图书馆 大量购置 和订阅中国境内外的政治和经济类书籍和报刊 政经所是新加坡内阁对华政策的最高级 内部智库 没有公开出版物 只为李光耀等人打小报告 我牺牲其为新加坡的书记处研究室 1996年 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耕武 接替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的吴庆瑞 担任政经所领导 研究范围逐步扩大 研究成果部分公开 新大东亚研究所 1997年吴庆瑞 把政经所划归新大 全程改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它是完全公开的 纯粹学术性研究机构 研究人员全部换成欧美的博士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历史五年半 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1992年春 我应新加坡政治经济研究所 简称东亚所 邀请 由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 去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 五月底新加坡 东亚所副所长等二人接机 令我惊讶的是 未接我去旅馆 而是直接把我送到研究所附近的一个 家具齐全的三室两厅两域的公寓房 他们说 这就是研究所 为你在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前租用的住宅 日常生活用品 我们已经购置齐备 我想 这是让我在新加坡 安营扎寨啊 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喜欢这里 五月五日 我开始上班 先拜会黄朝汉所长 首先感谢他近几个月 为我来新加坡所付出的辛劳 特别讲法治的新加坡 外国人入境 拘留 工作 表格众多 手续繁琐 而我又是使法国政治庇护的旅行政见 涂增波折 黄说 吴庆瑞看了你的著作 说这个人真懂中国政治 无论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一定给我弄来 他的一句话 我们跑断腿 我也只是旅行职责而已 无必沿线 我久闻新加坡的连结 煞费苦心购买了精致的 夏威夷风景 图片册 赠送黄所长 他双手接过沉甸甸的画册 说 感谢您送我们所的精美画册 我以为老港的他 没听清我的国语 便自证腔圆缓慢地 重新强调 这是赠送您个人的礼物 他惶顾左右而言他 不接我这话查 中午所长赐宴 下午参观所里 辉红的图书馆时 在新道图书的书柜里 赫然陈列着夏威夷风景 一书 已经贴了编目编号 盖着东亚所藏书印章 第一天 我就被上了深刻的廉政课 和生动的效率课 这就是新加坡 暗下决心 告诫自己 在浪漫的法国 和舒适的夏威夷 混了三年 自由散漫大不令 北京话 什么都不怕 都不在乎之意 等你小子 今后在东亚所这儿 可得老实点 黄朝汉 张旺 1939 香港中越英三语人才 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博士 1971-1990年 新大经济系教授 从其专业背景和教学经历 可以判断出 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认知水准 黄带人热情 但难免有港人对陆克 英国阳博士 对中国土学者 威权主义者 对中国民主追求者的正确偏见 我们彼此的专业和经历毫无交集 经济学它是权威 在讨论中国政治时 我就向博士后 启蒙他这个文盲 而我的长处 正是新加坡内阁和东亚所的急需和急需 由于吴庆睿的重视 黄对我表面尊重和客气 但是内在的矛盾不断 尤其我当选为康乐会 实质的工会 主席后 不断为中国学者 争取正当权益和应得福利时 这种小事吴主席不懈过问 为黄所长定夺 冲突难免表面化 黄在国家二号元首 手下当所长 吴权决定任何重大事物 名高时低的落差 使她偶尔 或经常情绪起伏波动 黄太太简历中 时任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 内阁中仅有的女部长 众人说 这是黄能任东亚 所所长的唯一因素 对此我无法判断 但是部长肯定不会将我所的机密资料外转 这对保密 却有益处 5月6日 按照事先安排 我被吴庆瑞主席约见 我问候 吴主席好 他立即纠正 不许称主席 副总理或部长 只能叫博士 以后五年中 我和所有见过的 新加坡人都称他吴博士 当然 中国来宾都尊称齐前官衔 我拿着我那本成名作中国政治体制潜论 三十六页A4 中国叫十六开 大小的英文小册子 翻了几页 我看见上面被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 几乎涂满了 文章的上下左右 还有许多批注 他针对我的文章提了几个疑问 我简洁作答 他接着与我讨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 最后说 邓小平要中国学习新加坡 我们新加坡政府就需要更了解中国 每周三我和李光耀共进午餐 我们对你的论文和你本人都非常感兴趣 认为你是最了解中国的官员型学者 我们想请你在这里长期工作 可以按常规先签两年的合约 我说感谢您和李自正对我的重视 新加坡人正式场合都尊称李光耀为李自正 私下当然职称其名 我们中国人更是继承中华传统 叫老李 不是三个月的访问期吗 容我再适应和考虑一下 吴庆瑞 1918至2010年 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 1951年与李光耀等创建人民行动党 独立后任新加坡副总理 在国家不同时期最需要的领域 先后兼任财政 内政 国防 教育部长 金融管理局主席 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 和解决困难问题专家 维基百科称其为新加坡国父之一 1985年因邓小平邀请 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 吴担任东亚所主席期间 几乎每天上午都来上班 所里的人士 学术 出差 街坊等重要业务性决定 事无巨细都要他批准 黄所长只是他的行政助理而已 我在所三年 撰写的二十几篇论文 揭示他出题目 有些他说是李光耀提出的题目 甚至还事先列出提纲 而对我的初稿 逐据审查 每次都要提出详细的改进意见 我多次修改最后 才能通过吴的审查 对某些重要的文章 他还写上编者案 曾在东亚所工作的赵紫阳公子 赵二军说 吴庆瑞对研究所学者所写的报告 要求严格 不管是针对文体或格式而言 甚至是标点符号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0年5月15日 吴不懂中文 我们之间的所有的重要交流 都是通过是余住叶翻译的 于住叶 1918-1995年 吴庆瑞在新加坡的大学同学 同龄人 政敌兼好友 1948年至1965年 于是地下的马来西亚共产党 在新加坡的第一把手 1966年赴北京 任马共驻 中国副代表 1969年 毛泽东批准在湖南一阳四方山 设立马来西亚革命之声电台 于担任领导 1981年电台停播 1991年 他在吴庆瑞的帮助下 真够朋友 取得李光耀的特赦 返回新加坡 任东亚所唯一的高级研究员 他是中英双语天才 我与吴庆瑞的所有重要交流 都是通过他口译 我的重要论文 都是经过他比译 因为我的文章最多 所以我们接触最多 关系最好 他只比家父小一岁 早年革命经历和晚年历史反思 都很相似 也与我有类似的心路历程 因此 我非常敬重他 一直尊称他于老 父亲1994年来新 与他长时间肯谈 一般人知道他的共党历史 经常好奇打问 他总是说 这都是过去时的事情了 没有什么 不值一提 但于对我谈了许多革命经历 1995年8月 他病重住院 我多次探视看望 他去世当天 我遂已离开东亚所 仍去医院告别遗体 次日参加火化仪式 送他最后一程 他晚年口述历史 浪尖竹梦 于著叶口述历史档案 于2006年出版 11-2 东亚所的中国研究员 李湘鲁 1984年的墨干山会议上 赵紫阳的李秘书 与中组部的严代表初识 相谈甚欢 其后近十年 接触不断 友谊日深 此时在东亚所 再次相逢 他相遇故知 格外亲切 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 东亚所内外 各方面的有关情况 兴奋之余 我了解到李个人 在新加坡 颇为不顺的波折经历 起初吴庆瑞 许诺他任东亚所副所长 我在美国截耳闻 1992年李来新后 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所长牌子 熟料一周后 门牌突然由副所长变成高级研究员 没有任何解释 我事后听说 李光耀因怕中国政府不悦 欲改任他为李氏 又有内阁部长反对 认为政府的研究所 不应该有外籍人士担任李氏 而东亚所本部 你设高级研究员 唯一的高级只受与吴庆瑞的同学好友 相当于我们父辈的余老 在各方为难的僵局 相持半年后 李湘鲁激流永退 毅然离去 1993年1月 他退掉租房搬来 与我同住10天 离开新加坡 赴香港发展 随后他在中国和香港经商 非常成功 1994年后 我每次回中国 他只要在国内 我们必聚餐畅聊 直至现在 当然大部分 是他抢着破费 邹子英 父亲邹鲁峰 1910至1959年 曾任辽宁副省长 在北大副校长任上 因幼卿被整肃 而愤然离世 子英北大经济系毕业 立以宁高卒 园中共中央书记处 研究室干部 后任农业部长何康的秘书 文彼与建设 皆属上成 对六四镇报有看法 放弃既得利益 毅然离开体制 因为与吴庆睿 在中国任故问时相识 故成为东亚 所最早的研究员 在新加坡 共事三年 所内置有 离所两年 新加 坡上密有 后在美国旧金山 中国北京每年必聚 有意至今 杨牧 原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 中国和英国双料博士 自牛津来东亚所 我们1984年 在墨干山会议相识 回北京后 共同参与青年企业家 联谊会活动 在美国加州 浩然营又相处一个月 老朋友新加坡在共事 分外亲切 我们的专业互补 他在经济学上 对我的指教 令我受益匪浅 我在新加坡五年期间 清华和交大两个名校 老五届文革大学生的情谊不断 我们三十多年的 有意延续至今 尽管如今政治观点 不尽雷同 赵二军 1993年1月17至20日 我在法国结识的好友赵二军 因六四移居巴黎 到东南亚办事 途径新加坡 旅游四天 我因义不容辞的 担任陪吃 陪住 陪完的三陪 恰巧那几天吴庆瑞 要与我讨论 修改他 让我为新加坡高级官员 讲课的教材 15日 我请余住夜带 我向吴请假 被拒 次日我拉上余老 不经预约 直闯吴办公室 我说 吴博士 我在法国落难时的 穷朋友难得来新加坡 现在蒙宁照顾我发达了 不能不管穷哥们 吴庆瑞 什么朋友 这么重要 我 他不愿意张扬 为请假我就说吧 赵紫阳的二小子 吴 怎么不早说 我做中国顾问时 赵紫阳对我很好 现在他落难了 我应该照顾他公子 你刚来还没买汽车 借给你一辆车 好好陪陪这孩子 我与二军 我与二军除了游玩名胜星际外 吴庆瑞还安排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 陪同我们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开发区玉郎工业区 让新加坡港务局阮国伦局长带领我们访问名列世界前茅的港务局 十九日晚 吴庆瑞夫妇隆重宴请二军 我做陪 习间 吴对赵紫阳及其亲属的敬遇及其不满和非常同情 当了解到二军做些小生意 学法语的太太在巴黎香包店打工时 吴说 你们来新加坡吧 待遇和严怀一样好 一九九三年五月 二军夫妻和女儿举家移居新加坡 二军被聘请到东亚所与四家新加坡 新加坡大公司合营的心中投资贸易公司任职 六四前 坊间盛传二军到电视发大财 二军在法国的窘况自不代言 到新加坡后 一家三口曾住我家 后租两室一厅的单元房 其中一室还被房主堆放货物 他们的女儿就读法国学校 费用较高 因此经济较紧张 一直没有汽车 而同期 另一位郑国级的儿子 刚来新加坡 一次用现金 就买下海滨高级 私人别墅和高级轿车 多么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另外还有两位 学习法律和外贸专业 没有官场背景的研究员 以及几位做辅助工作的研究助理 从以上主要研究人员的阵容 可以看出 新加坡领袖 对研究中国的重视 以及从世界各地 招募聘请我们的良苦用心 郑永年 1995年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获政治学博士 随即在哈佛 做博士后 同期新加坡东亚所转型 开始招收欧美博士 1996年下 好友乌国光 给我打来岳阳电话 学弟郑永年 你去东亚所 他去前请向他介绍情况 抵心后 拜托多多照顾 秋天正来到新加坡 我驾车在他寻找住房 购置生活用品 遵朋友之托 尽地主之意 12月31日晚 单身的我在家里 向饭店订菜送到家 宴请我已离开一年多的 东亚所的全部中国学者 及家属18人 共同辞旧迎新 郑是三位单身复宴者之一 1997年春节郑太太来新 郑家宴请同事 我春节后 从中国返新 2月22日 他特意不请我 我们共同在新加坡期间 学术和友情交流频繁 97年底 我离开新加坡前 互相宴请 则是最后的西别 我一直关注郑进步 直至他任新大东亚所所长 经常对中共小批评大辩护 眼下 我们彼此观念的差距 与地位的差距 同样巨大 第二节 1992至95年撰写的主要论文 11-3 中国秘密文件研究 引起轰动 因为我没有允诺 长期在新加坡工作 吴庆睿一方面 向我提出 留在新加坡的优厚待遇 另一方面 希望在三个月中 交出更多论文 吴说李光耀最关心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运作 他一口气 提出三个有关论题 这些与我 都是轻车熟路信手拈来 在五月和六月 先后完成新加坡最想了解的 中国如何选拔高级官员 下节再介绍此文 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决策过程 一 组织人士研究所的组建 二 公务员制度的研究 三 中央决策的过程 五千字 吴注释 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 历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长简介 主要介绍 我在中组部期间的宋任琼 陈也平 乔石 魏健行 宋平和吕峰六位部长的来龙去脉 五千字 二十三个注释 七月一日上午 吴庆瑞约谈我 开门见山 你来东亚所两个月了 关于今后的工作 考虑的怎样 我回答 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好 东亚所的图书馆 中文资料 非常丰富 中国的中央 和地方的报刊众多 并且非常及时 对不懂英文的我特别有利 给我的待遇 也非常优渥 我准备八月回美国结束 东西方中心的工作 九月去法国更新旅行证件 和完税 十月回到东亚所正式工作 吴非常高兴 你的三篇关于组织 和干部方面的文章 内阁反应很好 最近世界各国媒体 对中国的红头文件 议论纷纷 谁也搞不清来龙去脉 和详细内幕 李光耀很关心 请你在走前的这个月 完成关于中国秘密文件 全面介绍的论文 我全力以赴 及时完成了任务 中国秘密文件研究 提要如下 作者研究了海内外公开发表的 中国的三千多份文件 结合本人经历撰写此文 中国的秘密文件 分为正式文件 动态简报 参考资料三大类 正式文件 党政军机关发出 对下级单位 有约束力的规定 通知和首长讲话 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载体 论述中共中央文件 国务院文件 中央军委文件 联合文件 各部委省市文件的主要内容 重要程度 发放 级别 范围 年发数量 重点分析 最具权威的红头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动态简报 党政军职能部门 对上汇报情况 对下指导工作 评级互通信息的简报通讯 以中组部的 组公通讯 中宣部的 宣传动态 公安部的 敌情动态 唯利 论述动态类文件的内容 功能 形式和秘籍 参考资料 新闻机构 向各级领导反映 国内外信息的秘密刊物 主要介绍 新华通讯社的 发制中央首长的 国内动态清样 第十级的 内部参考 线团级的 内参选编 最后论述 秘密文件的传递 同城的文件交换 和异地的机要通道 传达与阅读 中央首长 省军级 帝师级 县团级等 四个级别 以及特殊部门的 不同情况 还有文件的 保密 与 失密状况 我用20天时间 完成这篇 2万字 109个 注释的论文 吴庆睿 特别满意 并转达 李光耀等 内阁首长的 谢意 中国 秘密文件研究 作为东亚所内部 保密文件 上报新加坡内阁 但是消息 还是逐步外传 美国和台湾方面 不断约稿 一年后 吴庆睿批准解禁 可以公开发表 台湾 中共研究 月刊 1993年 8月以此为在 特载专栏中的 唯一论文 其编者暗称 作者 据其经验 研阅几千种 中共秘密文件 撰写此文 文体虽不类 本刊 论注体材 然内容详实 引注广泛 甚至参考价值 特为刊载 影响读者 我问该刊编辑 何为不类 彼答 大陆文体不类 台湾体材 台湾的大陆研究专家 杨开黄在 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 与前瞻中说 台湾的中国大陆之出版品中 时间最早 持续最久 具有相当权威之杂志 是 中共研究 该杂志社每年的 中共年报 都收集百余份 中国文件 我参考的秘密文件 大部分来自它 注释中 近半数也是它 因此 我让它发表此文 尽管与我关系密切的台湾 中国大陆研究 我访台时 曾与之学术交流 也刊登过我的成名作 中国政治体制潜论 也约此文 我婉拒 答应以后送稿 当时的另一个私心考虑是 我的第二篇 重头论文 不能与成名作 发在同一刊物上 避免给人以搭顺风车之感 美国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 1993年12月 刊登此文 同时 其英文版 也刊登该文印一本 此后这篇论文 便被不断引用 11-4 吴庆瑞 因我在报纸刊文 而动怒 7月进入了下半年 1992年秋天 将举行的 中共十四大 世界关注 我奉命撰写 中共十四大系列文章 之一 举世主目的 中共党代会 之二 代表的产生与功能 之三 中央委员的预测分析 共八千字 吴注视 我在中央组织部 亲身经历和参与了 中共十二大 和十三大的 一些准备工作 这方面的文章 对我又是小菜一叠 在撰写众头的秘密文件的同时 顺手完成了 对十四大的分析和预测 既然我同意在东亚 所长期工作 将来就是东亚所人了 于是吴庆瑞 就在我交出秘密文件 修改稿的次日 安排我公开亮相 7月24日 我在东亚所举行题为 中国政治体制潜论的讲座 这就是我在美国撰写的成名作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学者政治学会 台湾陆委会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 早就被我讲烂了 但是对新加坡的学术界和新闻界 却是刚出炉般的新鲜 次日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 联合早报 在新加坡要文版左上角的头条位置 刊登题为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访问学者颜怀 中国政治体制具特殊性 民主化进程 漫长而艰巨的 没有记者署名的报道 全文约1500字 较详细地概括了我演讲的主要内容 标题旁边是我的大头照片 要文版次条新闻是 武装部队推行健康生活运动 仅仅几百字的报道 右下角照片的说明是 李显阳准将正在适用检查血液的仪器 东亚索同事说 你的大头是李光耀儿子的四倍 七月底 我交出关于中共十四大的系列文章 东亚索为我订购八月 五日返回夏威夷的机票 我准备打到回美 八月四日到东亚索告别 走到于住业的房间 他匆忙地说 吴博士正找你啊 我说 只想与同事告别 没敢打扰他 于把我拉到吴庆瑞的超大办公室 吴帝给我当天的联合早报 对我大发脾气 为什么不经过我批准 擅自在报纸上公开发布文章 我一看 在该报周末天下事版一大整版刊登了我署名的中共十四大举世主目文章 他的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 一 历次党代会回顾 二 十四大的议程 三 十四大筹备工作 文章前面 黑体大字的提示语是我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邓小平希望1997年7月到回归后的香港巡视 我也希望那时他还能参加秋季的十五大 但十四大是他所能主导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了 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果然邓小平在1997年2月寿终正寝 没能主导十五大 我看了报纸后 释然了 对吴庆瑞说 请息怒 我给您拿一样东西看 时间回到七月下旬 七月二十四日 我在东亚所的讲座 联合早报的总编辑参加了 东亚所过去 也为本所的研究员 和来访问的中国学者举行过半公开的讲座 该报社派记者采访后 整理的稿件价值不大 不能采用 因此不再报道 这次黄朝汉所长相 与他关系密切的 联合早报 总编辑 林任君吹风 李光耀和吴庆瑞 都对严怀的文章非常感兴趣 于是 林总编就亲自来听 果然有点意思 就照了张相片 讲座比较成功 黄所长一高兴 临时决定 请我和几位贵宾吃饭 饭桌上林总编 对我说 演讲很精彩 可否给我讲稿 我想详细报道 这就是为什么 当天夜里总编辑 带我讲稿 回到报社 凌晨就能发出长篇报道 而且没有署名 习间 林总编 还从黄所长处 得知我正在撰写 有关中共十四大的文章 7月31日周五 我上班最后一天的下午 秘书送来一封传真信 黄朝汉所长 据文贵所严怀研究员 正在撰写 有关中共十四大的文章 可否将不敏感部分 次我报公开发表 以享读者 联合早报 林任君拜托 黄所长在信上批示 严先生 我以您十四大系列文章的 第一部分可以发表 我以传真志早报 黄 我收拾好所有的文件资料 所门 要是交到所办公室 回家收拾行装 准备打到回美 随后的三天 各路旧与新知 为我践行 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 兴致盎然地回东亚 所最后惜别 却被吴庆瑞当头一棒 我回到办公室 取了黄朝汉批示的传真信 呈颂吴庆瑞 吴粗通中文 给我转怒微笑 误会你了 今后对外事务 一律要经过我批准 其他任何人说了不算 祝你回美国 回法国旅行 和办事顺利 尽快回到新加坡 我们还很需要你 吴庆瑞对我的误会 请客解除 黄朝汉却认为 我给他上了眼药 与我结下了梁子 事后听说 吴庆瑞对黄朝汉 雷霆震怒 并且为此 在东亚所 专门下达正式文件 全所雇员 一律禁止 对外擅自接受采访 发表文章 除非得到吴博士的 事先批准 1992年8月初 我回到夏威夷 结束 在美国东西方中心的工作 8月底 赴加州圣叠歌 参加第十章提到的 中国政治制度 与权力机构研讨会 9月中旬 飞抵法国 我有效期两年的 中国英工护照 因为中国驻法国 和美国的大使馆 不给更新 已过期作废 我只能持法国的旅行 证件周游列国 赴新加坡前要 再把它延期两年 在美国任访问学者 缅联邦所得税 只交夏威夷周税 我希望在各国 都有良好的完税记录 因此 还需要缴纳法国的所得税 10月中旬 这一切 在巴黎完美解决后 10月21日 英明镇主席 万日南邀请 到其总部作题为 论新加坡的演讲 我详细论述了 新加坡各方面的状况 在回答中心比较的问题时 我把民主与自由的有无 二维四乡粗略地概括 我都曾生活过的 四个华人社会 香港 殖民地 无民主 有自由 新加坡 新权威主义 有民主 无 少 自由 台湾皆有民主与自由 初级阶段的 中国皆无 我还谈了对刚结束的 中共十四大的看法 巴黎 欧洲日报 10月24-26日的周末版 在国际要文版 以中共十四大人士 凸显三特色 为题 题目下面黑体字的提要是 严怀 避开六四敏感问题 枪杆子仍是中共的命根子 排除太子党 进入高层用了七八百字 较详细地引述了我的十四大三特色论 11-53年 二十余篇论文创东亚所记录 1992年11月 我返回新加坡 开始了在东亚所三年 二十余篇论文的写作工作 此前5-7月 撰写的上述五篇论文 分别成为黄色封面的 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 Background Brief 的40-43和45号文件 上报新加坡内阁 在东亚所各种不同密集文件的封面 和正文的首页 都印有下列文字 限月文件 仅供内部使用 未取得本研究所批准 此文件的任何部分 不得出版或引用 其他重要论文还有 中国最高领导层新格局 1993年3月 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 完成了 由1992年14大开始的 最高层党政领袖新布局 李光耀迫切需要 了解中国新领袖层的状况 我在4月写出论文 论述新领袖群的五大特点 1.江泽民兼任党政军一把手 地位更加巩固 2.第三代领袖 全面接班 集体领导形成 3.红色技术官僚 领导国务院 专家内阁建立 4.实权人物掌管 人大和政协 民主与法治企图加强 5.从两会新动向 看中国政局新走向 全文1.2万字 28个注释 6月刊登 在指发到内阁核心成员的 灰色封面的 东亚所讨论文件 Discussion Paper 15号 同时期 背景资料简介 已出到50号 可见 讨论文件 是少而精 由于密集高 作者不署名 只标明 我们特殊的通讯 原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中共高层在八九民运中的幕后斗争 论天安门事件 九托不绝中成惨案之原因 1992年底 吴庆瑞说 李光耀非常想了解天安门事件的内幕和真相 你要认真写好这篇文章 我1993年春写出出稿 夏天经过与吴庆瑞多次讨论与修改 终于在1993年10月刊出 全文7500字 16个注释 7本参考书籍 文章刊登在 只发给李光耀个人 李可以批送他认为 应该看的人的棕色封面 东亚所评论 Commentaries 第六号 此前两年多 评论 只出5期 可见其稀有珍贵 此时 我才知道 东亚所有此最高密集的文件 这篇论文 当然还是署名我们特殊的通讯员 我在中文的前言中说明 本文根据笔者当时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以及大量有关史料 按照时间顺序 将事件分为 悼念药邦 学生罢课 广场绝食 戒严镇压四个阶段 依次论述分析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吴庆瑞让黄朝汉所长把我签余字的前言 以黄的署名和语气作为序放在正文前 在我的二十篇舆论文和见到的同事论文中 有序的非常少见 东亚所保密严格 每人只能得到自己撰写的英文论文刊物 但同事们都愿意与我交流 故我能看到别人的论文 离职时 刊物文件必须全部交回 我应被李光耀批准去海峡时报 破例带走刊 有自己文章的刊物 保存至今 赵紫阳 在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的勇敢尝试 这个议题 也是新加坡领袖们关注的问题 我用三个月 写出近两万字 五十个注释的长文 1994年7月 以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 67号发出 在前言中 我说明 本文根据笔者当年亲身参与的经历为主线 以有关史料为辅证 着重分析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的来龙去脉 论中国的腐败 按吴清瑞的要求 我从腐败程度 当局对策 制度根源 改革建议 四个方面论述 具体建议是 深入改革 一 启动全面政治改革 不敢贪 建立隶属于人大的反贪机构 制定严厉可行的 反贪无法 公检法垂直领导 相对独立 出台 新闻法 二 彻底市场化的经济改革 不能贪 三 加速行政改革 忠心养联 不必贪 四 改革道德建设 不想贪 摒弃臣府的大公无私 和全心全意的意识形态说教 加强伦理操守 和职业道德教育 论文已展望结束 在人质的中国 道德性和运动性反腐 不能节制贪腐 今后腐败仍将猖獗 但腐败 不足以威胁经济发展 和政治稳定 这篇两万多字 百余注视的论文 吴庆睿非常满意 让扩大阅读范围 发到各大企业 于1994年10月 以密集最低的 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 73和74号分两期刊出 吴在接待 来东亚所的中国客人时 多次提到我的四项改革建议 他还告诉我 有关建议 也向中国方面转达 但是 结果不得而知 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军事系列论文 拥有三百万解放军 和一百万武警的中国军队 是世界上最大 但并非最强的武装力量 新加坡政界和军方都很关心 我奉命撰写系列论文 之一 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 之二 江泽民掌握军权的过程 之三 中国的武警部队 共计两万字 六十三个注视 在1994年 分别以 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 76 79 88号刊出 其他有特点的论文 下面结合有关内容 再逐一介绍 我在东亚所三年 共发出论文二十余片 比全所平均水平 高出一倍多 特别是密集最高的 东亚所评论 我到所后 只出八期 就有我的四期 只因在中国 封闭的金字塔社会中 我侥幸接近塔间 掌握较多资讯而已 黄所长 在1991年 为装潢门面招聘的 北大教授 满腹金轮无处发挥 半年发布出一篇论文 向我诉苦 我示意 若在饭馆 您风味厨师 必有顾客 但这是御膳房 皇上不好您那口 没辙 只能另寻高就 他后来 去与中国来往的大公司 任法律顾问 凭借安熟中国法律 人尽奇才风生水起 第三节 吴庆睿对我的重视 和优待 11-6 吴庆睿 魄力为我写序 我在东亚所的第一篇论文 李光耀和吴庆睿最关注的 中国如何选拔高级官员 全文共六个部分 一 三千万干部的概况 二 党管干部和分级管理 三 中组部的职责和机构设置 四 清干局的建立和工作 五 第三梯队与后备干部 六 选拔省长部长的程序 六千字 二十个注释 1992年8月5日以 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 40号刊出 极少为他人作序的吴庆睿 魄力为我写了署名执行主席 Executive Chairman 吴庆睿的满满一页 A4纸的长序 主要内容是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如何统治一个拥有 十一亿人民的大国 中国三千多年 有记载的历史 在传统的君主体制下 以严格的科举制度 严密的文官制度为基础 所提供的行政服务 为此提供了答案 中国过去 是农业社会和君主体制 科举和文官制度 为大多数的王朝年代 提供了统一 和平和稳定 在科学和工业化的时代 老旧体制 需要被新生体制所取代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这篇论文详细地描述了 政府内部机构的运作细节 核心问题是 如何管理控制 十一亿人民和三千万干部 中国是依靠非常复杂的 多层级的机构和功能来实现的 控制运作的权力 掌握在党的五个层级的组织部手里 中央、省和部、市、县、乡镇的党委组织部 在控制机器的最上层是中央组织部 号称天下第一部那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要概括这个论文是很难的 因为它已经非常浓缩精炼了 对我们来说 特殊的兴趣是青年干部局 青干局的任务是识别第三梯队 也就是中国未来的领袖们 他们寻找有才干领袖的功能 同我们新加坡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努力更加系统化 和更加持久化 有超过一千位雇员 全年在各层级的青干系统中工作 在中央 青干局多数成员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但是 在中央组织部这个保守的堡垒中 青干局最终获得改革者和异端的荣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青干局是保守派首脑陈云提议 在1982年成立的 作者颜怀毕业于清华大学 1982年被调到中央组织部 成为青年干部局的处长 1986年 颜是组织人士研究所所长 1989年 他离开中国 从香港去了欧洲和美国 现在他是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读完上述序言 当时的感想是 我的这篇论文 史无庆瑞对我另眼相看 吴的这篇序言 也是我对他刮目相识 吴虽不懂中文 但中国经济顾问的差事 没白杆 他真懂中国 不但安熟中国经济 也精通中国政治 我以后写文章 发议论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吴庆瑞的《志友余助业》 为我翻译吴的序言时说 吴博士为你作序 是对你和你的论文都非常重视 他这是正式把你介绍给新加坡高层 他写序言 就相当于在中国 陈云为人作序 你应该珍惜 写出更多 更杰出的论文 十一杠七请 经济学人采访报道我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我刚回到新加坡 吴庆瑞就让我接受 经济学人杂志采访 他说 你在新加坡的学术地位 已经确立 但是在世界上 尤其在英文世界 还很不够 经济学人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术期刊 他的采访报道 对东亚所和你个人都大有益处 我们东亚所虽然没有公开的出版物 但却是公开的研究所 需要让世界知道 我们拥有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经济学人 赞扬了你 也让那个那些不懂中文的部长们 了解你的价值 更好地学习你的论文报告 11月5日 经济学人 亚洲记者陆浩怀 Jim Rower 飞赴新加坡采访我 1992年11月28日的 经济学人 在中国观察栏目下 以 活着的死亡国家 Land of the Living Dead 为题 对我进行两整页的报道 以下是简要内容 第一部分 领袖来 领袖去 党仍在 首先介绍了 我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 现任新加坡东亚 所研究员 然后 详细引述了我的成名作 《中国政治体制潜论》中 政治结构 体制特征 和统治特性 三节的主要内容 对统治特性 经济的低效性 与政治的高效性 领袖的脆弱性 与政权的稳定性 政局的突变性 与政体的渐变性 尤其事后 两条特别重视 详佳解释 第一部分的最后 是他们采访我的新内容 中国与苏联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差异 一 中共经济改革成功 深得人心 苏共政治改革成功 人心不足 二 中国四分之三 是农村 农村改革成效显著 三 中国不存在 另一个权力中心 经过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政治改革 已形成叶利钦的第二中心 四 中共已失去理想 唯一关心的是保全 邓小平对苏联解体的反应 是加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我认为 它初见成效 必将长期 并非永远 有效 第二部分 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社会 这部分 是我对中国当下的判断 和未来的预测 改革开放14年 专制统治已经缓解 百姓在迁徙和择业方面 自由度扩大 户口和档案制度松懈 中共 在向市场化方向进展 现代的经济体系 将削弱共产主义体系 但它不会 立即发生 保守官僚 还可以长期享受 专制特权 与中共同样采用 苏联方式 治党的国民党 用15年开始党内民主 并逐步社会民主 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 中国将在政治的 共产主义统治 与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抉择 在中国的投资 风险与回报共存 经济学人 关于我的这篇文章 对我日后申请美国 第一类杰出人才绿卡 EB EA 帮助很大 EB EA要求 在十条严格条件中 中 需符合三条 世界著名出版物的报道 即是其一 半年后 1993年6月22日 陆浩怀 又来到新加坡 在香格里拉饭店 我执意买单 我说 上次您说杂志 不许接受采访对象 宴请和礼物 以免报道过 一不时之嫌 这次你没有采访任务 我敬地主之意 我们相互感谢 上次的采访和报道 他说 邓小平要中国学习新加坡 而新加坡领袖在学习东亚索 特别你的论文 我这次完全是个人讨教中国问题 不会报道 我放肆地议论了中国与新加坡的优劣 11-8让我给新加坡高级官员讲课 1993年1月 吴庆瑞让我3月为新加坡高级官员 讲授中国政治运作的课程 吴为我4次讲课出的题目是 中国的政治结构 共产党对全国的领导 中国的等级制度 邓小平后的中国 2月我交出讲稿 吴庆瑞修改增山 在我保存的讲义底稿上 现在还能查到吴洪笔的痕迹 例如 以下引号内是吴庆瑞的修改 中国的乡镇类似新加坡的单一选区 中国的部委设党组 这与新加坡完全不一样 人民行动党对政府部委一点影响都没有 中国不实行内阁制 人大常委不能当部长 中国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使其成为中国唯一的永恒的 法定的执政党 强调为一 永恒 法定 中国领袖的脆弱性 政治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官本位置 中国无阶级有等级 中国给予领导干部优厚的待遇 新加坡只有十几个部长 有专用汽车和警卫员 在座的都有切身体会 从吴庆瑞以上的修改中 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加坡的某些差异 3月8日 在吴庆瑞监督下 我在东亚所彩排试讲 9日下午 在新加坡总理公署内 管理公务员的公共服务署的小礼堂 我为几十位高级公务员开讲 吴庆瑞致开讲词 他介绍了我和这个课程 我接着讲了一下午 公共服务署随后收集反应 周末前反馈给吴庆瑞 下周一吴指示 我改进意见 周二下午 我再讲下一节课 我连续讲了四次 共一个月 反应很好 我的讲义及所付图表 收录在1995年 由新加坡时代出版集团出版的 丹尼斯布拉德沃尔斯主编的英文版 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与回报 一书中 吴庆瑞还让我每个季度 到安全情报局讲课一次 因此与他们的许国峰局长 新世纪先后任几个国家的大使 和陈金土处长 九十年代中 七任驻华政务情报参赞 成为朋友 他们要每月 发我一千元车马费 我拒绝 陈说许多中国学者都收了 我兼拒 我还不定期到外交部政策 分析局答疑解惑 接触较多的是 三处 东亚澳洲处 处长谢德强 新世纪 任驻上海总领事 中国科科长方月光 新世纪成为反对党领袖 日本科科长黄毅 泰国科科长谭永信等 在星期间 他们都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例如 1993年8月9日 新加坡国庆 在政府大厦大草场 举行庆典活动 我和太太被邀请到贵宾管理台上 观看声势浩大的游行 和精彩分成的多元文化歌舞表演 1994年 又再次管理 1995年 我去中国出差 1996年 回北京 看望病重的岳父 没再观看 1993年 八月巨星 麦克杰克逊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到新加坡 二军的女儿 是麦粉 非常想亲眼目睹 偶像尊荣 亲耳聆听偶像歌喉 但一票难求 我只好麻烦 经常为他们 打以解惑的外交部朋友 他们千方百计 弄到门票 已来不及三船到位 只好越过我和二军 由他们在体育场门口 直接交给女孩 1994年 妹妹陪父母来兴 恰逢英国艺术团 来演出音乐剧 《悲惨世界》 票极贵且难买 许国锋局长 赠我四张贵宾票 父母不愿看 我与妹妹 及二军夫妻享受啊 其实我心里明白 这一切都是看吴庆瑞的面子 十一至九安 排我公开讲座 和发表论文 因为对中国官场熟悉 除了使我在 回忆型论文上 得心应手外 对现实局势的判断 和未来走向的预测 也经常蒙对 例如 1993年 两位研究员 去中国与提改所合作 工作半个月 回来汇报 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 出台一系列 强硬措施 得罪各方 天怒人怨 肯定下台 吴庆瑞问我 我说 肯定不会 再如 1994年9月中共 十四届四中全会 决定增补吴邦国 将春云为 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几个字 谁人不识 什么意思 东亚所讨论时 有人说 上海市委书记 和山东省委书记 工作优秀 予以提升奖励 多数人不减 我分析 二位 已是政治局委员 地位高过书记处书记 过去未有此类任命 县总理李鹏无能 第一副总理朱镕基 急需得力助手 吴宇将因是调到 中央分管工业与农业 但政治局委员不能直接插手国务院工作 有了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便可施展身手 明年三月人大肯定任命二位为副总理 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预测 三如 吴庆瑞经常让我们分析得到的中国绝密文件 因为中央组织部管理省部级干部 所以我可以看到同级文件 而其他同事则机会不多 因此我的解释更被吴庆瑞欣赏 题外话 我在国内看到的省军级文件中 有些重要数字被用XXX代替 但是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文件不但非常及时 并且重要数字全部保留 只是把文件编号覆盖 我认为 这是新加坡高价买通了中国高级官员 或其子女或秘书所得到 我真恨这些吃里扒外的高级蛀虫 吴庆瑞还破例容许举行公开讲座 和发表解密论文 论中国的价格改革 1993年 中国通货膨胀严重 将达到可怕的两位数 当年中国改革重点 就有加快价格改革 新加坡非常关注此事 让我论述价格问题 这是我的弱项 趁机学习新知识 研究大量资料 写出一万五千字 五十四个注释的论文 十月发出 吴庆瑞说 你每年应该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 发表论文 以保持学者的身份和地位 去年写的秘密文件 发表后反应非常好 这篇价格改革也可发表 于是两个月后 台湾 中国大陆研究 十二期 刊登此文 九十四年春 台湾寄来稿费 我上交所理 不收 四月十八日 我请全所同人大吃一顿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 一九九四年 中国开始实施 国写出八千字 二十个注释的论文 六月发出 吴庆瑞认为 这更是可以公开的课题 论文稍后可以公开发表 于是 中国大陆研究八月号刊登此文 论文在新加坡学界引起一点影响 吴庆瑞又让我于九月 在东亚所举行半公开的学术讲座 从今年人代会 看邓厚政局 一九九五年春人大召开 中国宣称 这是第三代领导 全面接班后的首次人代会 吴庆瑞立即布置 我写这个专题 我用半个月写出七千字 二十二个注释的论文 吴非常满意认为 很重要 四月用秘籍最高的 东亚所评论 第十三期 发送李光耀 李月后 认为与新加坡高层 观点相近 应该公开宣传 吴庆瑞立即安排 我于五月五日 在东亚所举行公开的中文讲座 区别一九九四年的学术讲座 并通知媒体采访 当天东亚所的会议室 坐满听众 室外的走廊 也挤满战客 次日 联合早报 新加坡新闻版的头条新闻 标题 江泽民地位巩固 在邓后 能续掌权当政 副标题 东亚所研究员言怀 将人际关系好 以树立权威 标题下面 是我演讲的照片 新闻报道两千字 记载了我的主要观点 加公务员 暂行条例 这是我的专业 写出八千字 二十个注释的论文 六月发出 吴庆瑞认为 这更是可以公开的课题 论文稍后 可以公开发表 于是 中国大陆研究 八月号 刊登此文 论文在新加坡学界 引起一点影响 吴庆瑞又让我于九月 在东亚所举行 办公开的学术讲座 从今年人代会 看邓厚政局 1995年春人大召开 中国宣称 这是第三代领导 全面接班后的 首次人代会 吴庆瑞立即布置 我写这个专题 我用半个月写出七千字 二十二个注释的论文 吴非常满意认为 很重要 四月用密集最高的 东亚所评论 第十三期 发送李光耀 李月后 认为与新加坡高层 观点相近 应该公开宣传 吴庆瑞立即安排 我于五月五日 在东亚所举行公开的 中文讲座 区别1994年的学术讲座 并通知媒体采访 当天东亚所的会议室 坐满听众 室外的走廊 也挤满战客 次日 联合早报 新加坡新闻版的 头条新闻 标题 江泽民地位巩固 在邓后能续掌权当政 副标题 东亚所研究员 颜怀 将人际关系好 以树立权威 标题下面 是我演讲的照片 新闻报道2000字 记载了我的主要观点 十一至石特许 在英文媒体发文 和接受采访 1995年4月 陈云逝世 我对吴庆瑞说 过去你们要请陈云来 有人说 我们熟 我不愿揽视 只说认识 其实我与陈家关系不错 现在陈云去世 我请求公开写文章悼念 无 应该写 人死了不算吹捧 在英文报纸发表 影响更大 于是 在新加坡华文报纸发表文章 被呜呜骂的三年后 又被他批准在媒体发文了 还是被翻译成英文 发表在具有150年历史的 海峡时报上 4月21日 该报一个整版的篇幅 刊登我署名的陈云 最后一位正统的共产党领袖 摘要如下 一 马克思原教执主一位道士 本世纪正数第五年降临 倒数第五年逝去 陈云与世纪整整同行 了九十周年 二十世纪的历史 就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兴衰史 世纪上半叶 分别由列宁 毛泽东创立的西方与东方 两个社会主义制度 世纪下半叶 被戈尔巴乔夫 在政治上 邓小平在经济上瓦解 戈和邓作为改革家 将名垂轻视 而真诚维护共产党 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经济上的计划性的陈云 则因其始终如一的正统 和稳健的味道式的角色定位 被视为保守派统帅 在中共领袖中 真正精通 信仰 而又奉行马列主义的人 唯有陈云 世界上最后一位虔诚 纯粹 正直 温和的马克思 原教执主义领袖的逝世 标志着一个 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 二 冷静稳健的非主流派 中共建政四十多年 影响最大者 前二十七年是毛泽东 近二十年是邓小平 而影响时间最长 四十多年 一直被当作对立面者 非陈云莫属 陈云反对主观盲目的大跃进 被矛持为老又轻 陈云不支持特区政策和市场经济 被更认为保守派 先右后左 变化的不是陈云 而是 领导核心及其主张 陈云四十年一贯制 坚持计划经济 强调综合平衡 一向是冷静 稳健 温和 中庸的非主流派 是极端倾向的缓冲器 是中国经济 乃至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的经济主张 曾被两个人反对 元帅彭德怀 以其热忱和鲁莽 企图避其功于一役 客观上适得其反 加剧了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 经济学家陈云 以冷静和科学的态度 多次反对毛 力挽狂澜 收视残局 立国立民 三 深谋远虑一身正气 毛泽东时代 是个人独裁的极权时代 邓小平时代 是元老寡头专制的威权时代 陈云的威望 水平都可以与邓分庭抗礼 他抑制了邓 可能产生的独裁倾向 密补四人帮之一举 天下大快无人质疑 但是陈云却提出 此事事先做组织处理 后有政治结论 与党章不服 动用军事手段 后患无穷 下不为例 天安门事件后 整肃改革派 中顾委不让李锐等四人党员登记 企图清除出党 陈云闻讯 保护此四人过关 尽管陈云与他们观点相左 但此举传为佳话 对陈云的政治观点和经济主张 可以见仁见智 但其为人正派 淡薄名利 洁身自好 有口皆碑 中国领袖 仅取一期 从一而终 极为罕见 腐败蔓延的今日中国 则更难能可贵 行文至此 传来陈云医院 不举行追悼会 和一体告别 此后又为国库 节省巨额明知明高 这对于先行者 如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 形成先民对照 对后来者 不无警示效益 正如中共复告所言 堪称楷模 此举为陈云艰苦朴素的一生 为其高尚的精神人格 画下圆满的句号 东亚所研究中国问题 讲座基本是中文 对其报道是 华文联合早报的领地 此前他曾多次出现过我的名字 海峡时报 发表此文后 这个英文媒体 开始关注我了 总编冯元良 1995年 四月底宴请我 希望我多对该报发表 实证看法 我说 身不由己 吴庆瑞不容许 逢持李光耀 另见找吴 吴最终批准 我可以用化名 接受采访 此后 海峡时报 经常出现 中国政治分析者江安 我生于江苏淮安 对政治局势的分析和预测 11-11 我离开东亚所后 吴的照顾 1996年 我离开东亚所到 海峡时报后 吴庆瑞还经常约我回东亚 所咨询中国局势 和正式政委新加坡 通过特殊渠道得到 买到的中国情报 其间较大型的公开动作 有两次 其一 分析1996年的人代会 4月人代会结束后 吴庆瑞让我为东亚 所分析本年度人大的特点 我5月交出6000字 30个注释的论文 因为我已离开东亚所 不知他们以何种文件上报内阁 6月 我去东亚所查阅资料 新院所领导王耕武 转交我1000元支票 说是吴庆瑞 让给我的稿筹 我领情 拒钱 其二 吴庆瑞又安排我举行 公开大型讲座 江泽民 在邓后的地位 讲座的海报和通知上 我的职务是 东亚所客座研究员 海峡时报高级分析员 东亚所从未有过客座 我也是首次得知此殊荣 东亚所说 吴庆瑞 以你婉拒支票 特意赐客座 此后 我名片上和论文作者前 从不敢注明这个兼职不兼 新的无仇客座 我的讲座共分五个部分 一 江的新问题 二 邓后飞毛后 三 形势比人强 四 劳固掌军权 五 善中总书记 1996年六又九日 联合早报 中港台新闻版 以江泽民牢固政治地位 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为标题 用一千多字报道 我的讲座 主要内容有 海峡时报高级分析员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言怀 昨天在东亚所举行的讲座上做 如上判断 上个月 美国助理国务卿 洛德和台湾总统李登辉都表示 邓小平去世后 中国政坛可能再次发生 类似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动荡 去年 美国五角大楼历时数月 耗资数百万美元分析邓后局势 其结论是 中国发生大乱的可能性为50% 严怀否定这种看法 他说 现在的中共领袖之间 没有势不两立的冲突 在毛后非常时期 采取特殊措施 不会再次发生 邓小平的接班人胡耀邦 江和赵紫阳都能休下台 因此 外界一般认为 被指定的接班人 没有好下场 江泽民也不例外 严怀说 在邓小平晚年的现在 江泽民已赢得了有力的形势 这已经使他的七年任期 超过胡和赵 两人任期的总和 他说 邓后 江的形势更加有力 一 元老势力微弱 江的务实 稳健路线 受到多数元老支持 二 十四大后 将地位的正统性 和合法性 得以确立和巩固 政治对手 失去挑战机会 三 形成以 上海帮为基础的江派势力 牢固了江核心地位 江泽民 是否能控制军队 一直被外界质疑 上个月 李登辉对美国报界说 江泽民身为军委主席 却无法控制军队 严怀列举大量事实 认为 不是强人的江 正以强人的姿态 牢固控制着军队 并在邓后继续掌握 党政军大权 顺利过渡到二十一世纪 座谈会上 来自新加坡 大陆和台湾的学者 对江泽民 在邓后的地位 发表各自的见解 有的学者 还对严怀的分析 提出质疑 但严怀坚持 乐观地认为 江泽民将成为 中共有史以来 首位善终的总书记 对于这场讲座 和对他的报道 我有两点说明 一 东亚所在新大校园内 听众主要是大学的 中国教师 及欧美的博士 与我非有人 及熟人 讨论中他们直率质疑 上述报道说 有的学者质疑 是客气 其实 大部分是质疑 我最后回答 我的预测和判断 确实与各种美国 和台湾的权威机构 和权威人士 以及在座的诸位不同 但我的演讲 没有主观愿望 和价值判断 主要是事实判断 和基于个人经验的 常识和逻辑 我无法说服朋友们 让我们存疑 等待时间的检验 二 联合早报的报道 是该报 新晋青年记者杜萍 来自中国 也是朋友 下午听完讲座 当晚撰写 我的演讲 只有提纲没有讲稿 杜只用一千多字 就把我的主要内容 和重要观点 都报道出来 确实水平可以 我离开新加坡后 一直未再见面 杜现在 香港凤凰电视台 担任评论员 主持总编辑时间 尽管我与被誉为 中国央视分台的 凤凰政见不同 但是仍为杜萍的成就 而欣喜 感谢观看